大家好,我是真实军 1927年,在党的八七会议上 34岁的毛泽东作为湖南代表 在发言时说了这样一番话 注意,这里面的最后一句 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后来便演变成了我们所熟知的那句 枪杆子里出政权 这句话咱们用粗暴点的解读就是 话语权是要用拳头打出来的 可早在八年前 26岁的毛主席可不是这么想的 1919年,毛主席在长沙创办湘江评论 第一期由毛主席亲自撰写的创刊宣言中 就有这样两句话 这里也跟大家简单解读一下 这段话就是在倡导呼声革命、无血革命 不主张流血打仗 希望能通过兵不许刃的方式就能达到效果 也就是我们常听到的无政府主义 这两种对立的观点让我们看到了 毛主席青年思想上重大的转变 这种转变从何而来 是什么让毛主席懂得了也抓起枪杆子 本期视频真史军就和大家聊一聊 逼迫共产党懂得从笔杆到枪杆的两次真实历史事件 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 国民党内部针对国共合作就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声音 一边是王精卫的继续支持联共的决策 一边则是已经掌握实权 希望提开共产党实现国民政府内部纯粹的蒋介石 于是在1926年3月18日 广州国民政府海军局代局长 也是共产党员的李之龙接到了命令 派中山剑到黄埔听候派遣 当中山剑开到黄埔之后 蒋介石却不承认有过这样的调解命令 于是便传出了共产党员想要借此机会劫持蒋介石的谣言 在3月20号 蒋介石便在广州实行紧急戒严 逮捕了李之龙 并监视和软禁了大批共产党人 解除省工会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包围苏联领事馆 这里面一直有个问题 一直是历史遗云 以至于始终无法给这次事件定性 就是这个调动中山剑的命令到底是谁发的 有人认为这就是蒋介石故意将中山剑调动 然后又自己打嘴矢口否认以制造借口去打击共产党 也有的人认为这是有人故意向李之龙假传蒋介石的命令 然后以此来理解两党之间的关系 我查阅资料后发现关于这件事的起因有多个版本 也正因如此才显得这些事件扑朔迷离 照我看这件事并没有这么难理解 我们先搞清楚一个问题 此次事件的发生对谁最有利 那肯定是蒋介石 因为这件事的发生不仅打击了共产党 也打击了汪精卫和国民政府总派 大大加强了他在政治局势上的地位 也就是这一次之后的蒋介石 党内的地位才得到了迅速提升 此次事件之后蒋介石驱逐了黄埔军校 及国民革命军中以周恩来为首的共产党员 换句话来说在军权这一块蒋介石已经牢牢掌控 至于李之龙到底接到的是谁的命令 其实这个问题也不必深究 因为不管是蒋介石还是其他人 从事件的整体性来看 这个命令开始绝不是一件巧合 毕竟在当时海军本就捉金箭走的民国时期 海军都是归蒋介石直接调遣 能命令得动海军局局长的也只有蒋介石 所以不管这个命令是不是他直接发出 也和他脱不了关系 1927年3月24日 北伐军占领南京 蒋介石在得到帝国主义的鼓动和支持后 便开始逐步实现党内的统一 而实现这一目标的第一步就是清党 26日蒋介石在上海用暴力手段进行清党 对中国共产党发动突然袭击 4月12日 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 大批亲邦流氓冒充工人向上海总工会的工人 纠察队发动突然袭击 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武装 13日 上海工人市民召开10万人大会 会后整队游行 以此施压要求释放被捕工友 但行进至宝山路时 竟遭到了26军的机枪无差别扫射 当场打死100多人 伤者不计其数 被捕工人300多人被杀 5000多人失踪 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后 江苏浙江安徽广东等省 也有相继以亲党为名 大规模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 仅广东一地被杀害的就达2000多人 其中就包括共产党员消除女等 奉系军阀张作霖为了向蒋介石示好 也捕杀了大批共产党员 其中就包括了革命先驱李大钊 CER反革命政变 让共产党在全国党员人数 从6万余人锐减到了1万多人 也就是这次事件后 让中国共产党终于认清了一个现实 要实现民主自由 国家统一靠别人是靠不住的 还得自己拿起枪来去战斗 给别人打工永远只是被动 自己创业才能主动 于是才有了后面的南朝起义 有了后面的秋收起义 井冈山会师功能红金万里成真 在蒋介石的不过几滴之下 硬是凭借手中的枪杆子 硬生生的打出了属于我们的武装 如果说26岁的毛主席是理想主义者 那么在经历了生死动荡后的34岁的毛主席 便已成长为了现实主义者 这里的现实则是笔杆子没用 枪杆子才能让对手尊重 枪杆子才能打出自由和解放来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是真实剧只讲真实历史 如果你看完有所得 不妨点赞关注交流朋友 我们下期再见